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与直流到直流转换器控制模块B的通讯丢失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适用于大多数OBDR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 此代码表示车辆上的DC-DC转换器控制模块B DC-DC-CCMB和其他控制模块位相互通信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 或简称为CAN总线 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 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 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 在2004年之前 更常见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兼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SY CJ1850或PCI总线 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CCD 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 或简称为CAN总线 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 没有此CAN总线 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 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 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 DCDC转换器控制模块 B DCDC CCMB通常位于引擎盖 混合动力装置后部的引擎盖下方 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 有些直接连接到它 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乘控制模块 PCM 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 这些输入允许模块将直流 DC 电压转换为直流 DC 电压 以控制驱动车轮的电动机 请参阅车辆特定参考 以确定在您的特定情况下哪个模块是 B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制造商 通信系统的类型 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 严重性通常很严重 具体取决于失败的原因 如果总线网络出现故障 制造商可能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 DC-DC-CCMB缺少操作会影响车辆的操作 U0299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指示灯亮 车辆操作可能仅限于汽油 柴油发动机 原因 通常 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 在CAN总线的加货电路中断开 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 DC-DC-CCMB模块无电源或接地 很少控制模块故障 诊断和维修程序 开始进行所有电气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 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 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 查看是否存在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 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 如果是这样 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 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299代码 就会发生误诊 如果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299 请尝试访问DC-DC-CCMB 如果可以从DC-DC-CCMB访问代码 则U0299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 如果无法访问DC-DC-CCMB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299代码处于活动状态 现在问题就在那里 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 该电路故障会导致直流到直流转换器控制模块 必失去电源或接地 检查为该车辆上的DC-DC-CCMB模块 加电的所有保险丝 检查DC-DC-CCMB的所有接地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 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 如有必要 请取下它们 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 水溶液清洗 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 如果进行了维修 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 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DC-DC-CCMB模块进行通信 如果与DC-DC-CCMB重新建立通信 则保险丝 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返回了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 请在车辆上找到CAN总线通信连接 最重要的是找到DC-DC-CCMB连接器 该连接器通常位于发动机 混合动力装置后部的引擎盖下方 在拔下DC-DC-CCMB的连接器之前 请断开电池副极电缆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刮擦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 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DC-DC-CCMB之前 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 DVAM 验证DC-DC-CCMB的电源和接地 可以访问接线图 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DC-DC-CCMB的位置 在继续操作之前 请重新连接电池 而DC-DC-CCMB仍然断开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DC-DC-CCMB连接器的 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 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不确定 电池负集始终可用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 B加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 再一次 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 如果不是 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 接下来 检查两个通信电路 找到Can-C加或HSCAN加电路 和Can-C或HSCAN电路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 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 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 接下来 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并且会稍微波动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 或者您无法清除U0299故障代码 那么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因为这将表明DC-DC-CCMB发生故障 点 这些DC-DC-CCMB中的大多数必须已编程或已针对要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了校准